白色轎车往前滑行 似乎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直直撞上车尾 事后还嘲笑车主 就是这个嘲笑声 让被撞车主好无奈 小人的男子戴着墨镜 肩背包短袖半短裤 太太开着摆万名车撞到前车 先生开着保时捷911来关心 没想到越帮越忙 仔细一看被撞的车主 是价值300万起跳的特斯拉休旅车 事后车主颇文控诉 说这对夫妻的态度真的很差 竟然直说这台车就是烂容易撞 碰撞的时候是在下来才在这边处理 撞到别人的车子 你的态度又这样的话 当然人家会不高兴 双方把车辆移到这个入口后 一名自称是肇事车主的先生 开了一辆保时捷钱来关心 没有想到没有帮上忙 却是反抢被撞车主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21号早上9点多 现役快速倒入下来的入口 白色的百万名车 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轿车 正在停等红灯 直接撞了上去 也没发现对方是价值300万的休旅车 最后有文有奇迪 保时捡男子疑似是补教老师 跟太太开的都是中古车 可能价值都还没有特斯拉贵 却在车祸后不认错 反而嘲笑车主在网路引发讨论 记者许正明梅凯婷台北采访报导